那他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说我 后悔,后悔,但是我心已经死透了,不可能了 他也后悔找我儿子让我回家,也说过多少次 也让我儿子说过,让我女儿这次放假又说过 我说那是不可能了,我说你告诉你爸爸 我应该找一个要换的,我也不再回去收他,再打我 那咱的年代,往往都,假暴的话,尤其二婚,不能跟不打架 很少,假暴太少,太几乎等于零 对,几率太少了,不可能这么弱呀 二婚更不能打仗,一打仗更拿的更省了 你们家这孩子有点忘回劝的那个意识 以前,我们家孩子的,绝对不能在一起 求人家俩都不幸福,我们也不幸福 我女儿现在也是这么说的 你得俩人谈好,你得跟钱,钱印的话,对不对 咱俩在一起,跟钱印必须得断绝一切关系 一切联系,但是有孩子事你们可以俩就是沟通,对不对 剩下其他的不容易会来往 这玩意儿时间长了,经常来往的话 促进行程,正常嘛,对不对 您担不担心我们女嘉宾就是可能会因为儿子女儿的劝呢,再回去 那个,怎么说呢,如果要是回去吧,他们还有孩子在 这是挺正常的事儿,能理解的 不可能的事儿呢 是,如果,如果要是回去,牵手成功了,眼睛要想回去 这是很好的事儿 那我不能能够做,我也不可能 我以前就曾经做过 错了,眼睛就回去了 问我啥意思,我说没意思 但是关键问题是这样的 她是一个在职老师 她说要回去 我说那眼睛也有孩子在 精心比心吧,回去回去吧 总统然就一话 谁跟前一过了那么多年,都有感情 再说一身心话 那你这次在找的时候,会不会就避开 我说一定不会找离异的 然后再让孩子再给劝我去 那我干啥呢在这儿 这个只能是眼圆吧 只要对心事,一切都不是问题 就像您刚才说的 女方被男士家暴 就是因为不喜欢了,是一样的道理,是吗 能不能忍,能不能包容 离婚是多种原因 不能把这个一个东西回宫在一个眼 两个人婚姻没经营好呢 各有各的折印,都有折印 一家人家有什么太重 这是怎么个打法 是推一下赏一下,还是伸手 像我们女孩一撇,我打她一撇 一撇子是啥样呢 所以说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还在打的啥样 就是没有感情,她在打的 这就是什么